2022台灣設計展將在高雄市盛大展開 而高雄市府先舉辦了青年設計師之夜 為展覽揭幕 現場超過百位設計師跨領域交流 展出的設計作品不只結合高雄的港獨特色 還有循環設計 元宇宙等等多元主題 展現了青年的創造力 而高雄市長陳其邁更在現場化身音樂DJ 跟年輕朋友們一起玩創意 秀出南台灣的熱情 戴上耳機跟著音樂動詞動 高雄市長陳其邁化身DJ跟青年們同樂 2022台灣設計展將在高雄盛大展開 而高雄市青年局率先在戰武庫 舉辦青社葉博青年設計師之夜 超過百位設計師還有商會代表出席 進行跨領域交流 而設計展結合了高雄港區的百年歷史 以昔日的經濟中島蓬萊商港區 作為台灣設計展的主展場 要翻轉成設計中島 而設計作品不只有藝術造型 更有新創經濟產業 包含循環設計 海上展場 還有近年超夯的元宇宙等主題 各個都是必看展區 青年局主辦的青社葉博 算是我們這一次2022年台灣設計展 在高雄的第一場活動 我們的設計中島即將開到 我們要邀請所有的好朋友 可以一起登上我們的設計中島共襄盛舉 在這裡可以看得出台灣有很多非常年輕 有設計力 而現場服裝秀還邀請民眾走上伸展台 揮灑滿台灣的熱情 再配上最流行的IG濾鏡 青春氣息展露無遺 四處走走逛逛 都能看見青年們大展設計魂 創造對高雄的怨景和想像 介紹報導